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Workspace ONE对于安卓手机的远程协助功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控制台上呢 通过搜索功能来定位这台安卓手机 定位这个安卓手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Remote Manager 来建立起跟这个安卓手机的一个连接 那么Workspace ONE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起这样一个远程协助的绘画 那么我们首先演示的是第一部分功能 就是共享这个屏幕 那管理员呢 需要把这个PIN代码呢 告诉给员工 员工在手机界面上呢 输入这个PIN代码 然后才能够建立起 这样一个远程协助的这样一个绘画 这是一种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控制台上呢 管理员可以看到这个手机的这个用户界面了 管理员呢 也可以在控制台上呢 对这个手机呢 进行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的过程呢 员工在手机端这边呢 也可以同步看到 Workspace ONE呢 另外也提供了这个屏幕录制功能 让管理员呢 把一些复杂的操作呢 能够录制下来 管理员呢 现在是通过这个快捷方式 去访问一些常用的系统管理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电池的信息 Workspace ONE呢 也提供了这个白板功能 让这个管理员呢 可以使用这个画笔 在屏幕上呢 进行一些标注 让他呢 能够跟员工呢 通过这种方式呢 有更好的这个沟通 停止这个录制之后呢 Workspace ONE呢 会把刚才录制的内容呢 保存成为一个视频文件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第二部分功能呢 就是管理这个设备上的这个文件 那么员工允许之后呢 管理员就可以在控制台上呢 对这个安卓手机上的这个文件呢 进行浏览 进行访问 可以选中某一些文件进行下载 以供这个管理员呢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第三部分功能呢 就是这个Command Line 这个功能呢 也需要这个员工的允许 那么建立起这样一个连接之后呢 管理员就可以在控制台上 去这个安卓手机上 去远程执行一些命令 那么执行这样一些命令呢 对于管理员去查找一些问题的 一些根本原因 或者是去进行故障的排除呢 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远程这个支持结束之后呢 管理员呢 可以终止这个绘画